对于法国人在二战中早早投降这件事 有人站出来了 说在人类可观测的事情里 法国人可能会向任何一个国家投降 除了英国 我法国人就算血流关人打完 也绝不可能向英国老投降的 除非他们肯说德语 有人可能奇怪 曾身为投降师国的法国 是如何进入武昌的 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丘契尔穿针引线 戴高乐冲锋陷阵 如果说能称作法国民族脊梁 那还能用谁 那只能是戴高乐了 能跟英国老打到头破血流的法国 在二战后和英国步调如此一致 还不是因为时代变了 老牌列强再不抱团 难不成等着别人来救吗 对于法国在二战时期投降时 很多人也有这么个问题 二战时丹麦投降的比法国还早 为什么大家辱法不辱丹 这个问题关键已经不是谁辱谁了 而是你把法国和丹麦放在一起比较 就已经属于辱法了 法国在二战时的表现有多差强正义 咱们先看看法国投降的根本原因 毫无战争准备 没错 这就是根本原因 马其诺放线 给了法军贝族的勇气 导致法军吃喝享乐 那边德军打进家门了 法军忽然明白过来 自己家水晶让人推了 刚打开投降界面 四个点投一个计权 干脆一个计计推出比赛 因为法国的快速投降 各种段子层出不穷 做一名法国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就投降 这样别人就会帮你赢的 当外星人袭击地球 才会让中美英俄打争一致 至于法国 他已经向外星人投了 法国为什么将自由女神像赠予美国 因为他只举起了一只胳膊 如果法国人要贩卖二战时的剩余步枪 他们的广告词可以这么写 全星从未开火就被扔到地下一次 你要说法军没有为二战出力吧 倒也不是 但是那点力量和其他的四成相比 简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有人说法国二战时是战略性投降 OK 这我也同意 但作为二战时第一个投降的大国 法军在战后没有把怒火抛向德国 而是抛给了法国女人 二战时 法国女人因为活命 保护家人爱情理念错误等等原因 选择依附德国人生存 在德国人面前 法国男人对这种情况选择的无视 选择的沉默 而在二战后 这些男人突然勇猛起来 开始大规模清算和德国兵油染了法国女人们 在法国投降后的几年里 法国女人对德国人生下的孩子 拒不完全统计大约有着二十万 甚至有可能更多 四十万到八十万 而在战后 大约有八万女性被清算和惩罚 这其中有一部分女性是无可奈何 因为要照顾家人要生存下去 所以只能移附于德国男人 又一部分是出于牧强心理 因为法德难以斩断的历史渊源 他们对德国男人也有好感 而之所以有这种好感 是因为德战时期的法国局势平稳 甚至经济发展的比投降前要好 当然了 这都是表面的 背地里是德军对法国更凶猛的搜刮 而这些手无寸铁 甚至在那个年代 没有经受过太多教育的女人们 如何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在漫长的四年德战期间 一部分法国抵抗部队转移海外 跟随戴高乐谋求复国 而剩下一部分 则在本国忍气吞声 不敢反抗 整整四年 反德起义都屈指可数 但在战后 这些法国男人 突然全部支愣起来了 自己的憋屈无处发挥 那找谁清算呢 没错 就是找女人 这些法国男人 或者败于战争 或是做了伪军 或是忍气吞声 但在战后 对女人的清算中 他们显得如此义愤填膺 正义凛然 在法国各大城市解放之际 一场清算运动就此展开 一群与德国士兵 有过暧昧关系的女性被批捕 他们被当作通敌者 被押送游行 被强行剃掉头发 被剥光衣服修处 被带上屈辱性的告示牌 被强迫去捡街上的马粪 然而事实是 这些正义领战的执法者 根本没有这些女性通敌 叛国的实质罪行 时隔八十多年了 后来在回溯这段历史时 人们发现 当年被清算被修处的女性 甚至很多从未有过婚姻 也没有过孩子 简单来说 这就是法国男人 单纯发泄的一场狂欢 英国皇家工兵部队 霍尔波罗曾写过当年的场景 解放之后 所有男人都在彻夜狂欢 他们喝得烂醉 并把自己的驱逐 借着酒意宣泄出去 在这种宣泄中 那些可怜的女人们 就是最好的清算对象 那法国男人这么义愤填膺 他们在二战期间 贡献有多少呢 就拿法院战人中 陈庚的评价来说 就是法军 时刻摆着一副 等着挨揍的架子 与越军 是一对绝妙的对手 再加上英军 在马岛战争中的超长表现 不得不让人感叹 欧洲大区 这一音一法 怪不得他俩能打个几百年 真是为人类社会 带来了一对卧龙和凤雏啊 二战时的法国 之所以如此丝滑的就投降 不是因为得服巧克力是多了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 一战期间的凡尔登战役 打的是震天汉地 法军凭借着顽强的防御力 被称作是欧洲第一军队 而这支队伍 在二战时被德国人干得七岁 法国人发现 自己一战时打这么猛 最后获益的都是英国人 不值不值 不过法军的战力 确实让人直呼看不懂 强的时候 法军可以横扫欧洲 弱的时候 可以四十天闪电投降 强的时候 比如说 路易二是德波旁 法国三十年战争的英雄 创造了五年几季 从1643年到1649年 法军未尝败继 杜伦尼 外号欧洲军神 拿破仑 更是棍扫一大片枪条一条线 横贯那欧洲 做回那最强 那要说拉胯 法军也有相当拉胯的时候 比如说 来中国击负大清 结果却是唯一一个 被大清打胜的国家 日常就是被德国入侵 和越南苦战靠美国救场 和英国苦战靠圣女 争得挽回败局 法国男人以正义凛然自居 只要女人清算时 有没有想过自己做过的事 法国被德国占领后 从1941年就基本恢复了 农业生产秩序 开始稳定的 向德国输送粮食 不光是粮食 还有物品 三十万辆大卡车 直接提供 为其政府给了德国 358.8亿法郎的军费 这些军费都是这些法国男人 忍气吞声症的呀 二战时 法国为德国 提供了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其中更有关键性物资 比如橡胶 油料 稀有清楚 这些都是法国男人 开采并运送的呀 怪不得二战时 德国人要叫法国人 挥下金蛋的鸡呢 多厉害呀是不是 人家被侵略都是被迫的 法国这是任命给 当然了 这种驱逐 一直深埋在法国男人心中 这种驱逐 在胜利后该怎么发泄 这些战败时 他们无法保护的女人 就成了可以任他们 麒麟的对象 除了剃光女人们的头发 更有甚者 会在女人身上 胶上利青 给她们拴上链条 鞭打幽结 鲁勋在《华盖集中》说的好 勇者愤怒 仇人向更强者 弱者愤怒 仇人向更弱者 这就是法国男人们的行径 虽然他们也有类似 戴高乐这样的不曲折 但戴高乐 靠别人施舍的那点反抗 简直可以说是杯水车轻 而这样的国家 因为一些原因 在战后成为耀武扬威的战胜国之一 这简直可以说是武偿之耻 我是石小青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长按点赞关注我 带你看世界 这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